這是滑雪場拍的 我去滑雪的時候 然後那個坡是怎麼抖啊 然後你就站在最上面啊 然後就開始噴口水 對不對 我根本不應該來這裡 我怎麼下去啊 一直噴口水 一直噴口水 後來我就帶水上去 所以你就看到那個小瓶的水 就是我帶上去的小瓶的水 結果帶上去之後 一拿出來他都檢定了 皮泡喝 後來我就想到 high tune 那邊有賣一些小糖果 其中一個叫high tune 我就帶到那邊 一直噴口水的時候 就吃一個high tune 讓自己脾氣一下 再生自己的心魔下去吧 那下去到一半的時候 覺得很滿意 很 就可以把它吞下去嗎 沒有 很proud自己的那個 就是 自我感覺很良好的時候 就把相機拿出來 然後high tune 一邊吃high tune 然後一邊拍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到的這些東西都是 我可能是用一個很奇怪的姿勢 撐著這樣子 撐著這樣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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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拍照的時候 也有搖滾一手的姿勢就對了 當然 這個不能忘記 我在裡面啊 我在滑雪場裡面 那個雪很大 然後天氣很冷 所以我把頭全部蓋住 頭全部蓋住 然後眼鏡這樣子 然後滑過去 超酷的 不是 然後就旁邊 黑鍋巴 你為什麼會看得出來呢 為什麼 我不知道啊 因為你平常 就神像平常戴墨鏡 就是已經不公平這樣子了 然後就 你搭過還戴著 黑鍋巴 我知道了就是那個身體 他已經太熟悉了 你的pose已經 所以你有看到那個 那個 有一些有 有我的 怎麼講 有 好 等一下那一服 大家看那一服 有兩隻手套 就是我的手套 我覺得這個 就是我把它插著 然後我就往後退 去拍那個東西 那我的手套 剛好可以黏在這上面 我很喜歡那個手套 我很喜歡那一種 就可以看到我 又沒有看到我 所以有些是計時的捕捉 有些是任性的擺製 一些自己想要的 一些小道具之類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攝影展很有意思 就是說 他展現了五百的另外一面 然後 已經是第三次開設攝影展了 而且這個攝影展很有趣 就是 除了這個是不收費之外呢 我猜很多人會想收藏 然後他依照這個大小圖 大小指數不同 會有三千到三萬的那個標價 也就是說 如果你們想要 收藏五百的作品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有人說這個以後 是一定會增值的 我也這麼認為 然後我知道五百就是 除了攝影之外 想要做tour 另外你也沒忘了 你的專輯的製作 我知道你的專輯即將要發行 而且啦 五代已經做好了 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專輯 對 那個五代已經做好了 然後 這個專輯已經 已經錄好了 然後準備好 那 剩下的就是包裝 聽說超好聽的 我有聽工作人說 這樣超好聽的 還不賴 包裝 包裝 MV啊 因為音樂是這樣子的 那個唱片是這樣的 唱片它是一個工業 也不是說錄好就好 他還要整個 整個這個 這個唱片帶給你的 那個印象是什麼 然後 那個印象是什麼 這唱片要不說的話 有什麼方式 呈現出來 這個是整個唱片工業的 其中 一部分 一部分 然後這個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 那個後續這幾個部分 要把它做到很好 然後 出來讓大家可以 螢幕 那個 表演這樣子 就了解你的真實的想法 完整的概念 嗯 嗯 好啊 這個是不在那個提問 提提提提問題裡面 因為我就在想說 搖鬼樂手就是 他們常常在土耳 然後就是 都是在很孤獨的狀態下 以為是過 大家都以為搖鬼樂手 過得很孤 很 怎麼 酒色才氣瘦 但是上次 完全沒有 就是 其實是有點封閉 因為 你去哪裡 然後都會有人 圍著你 那你不方便去一些地方 因為就是不方便 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從飯店到 飛機到家裡 這個都是 旁邊都是 那你要找機會去釋放 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照相 的方式 都是在我的 表演的過程 那個路程裡面 拍的 這是一種釋放 那 我的新專輯裡面 也是有這種 很軟烈的釋放感 因為我 我已經唱歌 現在是二十幾年 那 不是剛剛開始出來 所以我不能一直去 因為年輕的時候 一直說很痛苦 很痛苦是很正常 不能 已經唱了二十幾年 還說很痛 那個就不 不貼肉 不真實 所以我應該要分享一下 我的 我的 怎麼樣 我的心境是什麼 我到現在 我的心境 我應該要分享我的Joy 對生命的Joy 或者認識 或者是那個 我的想法 我的那個邏輯 我覺得這個東西 分享給大家 或許 這是我存在的目的